我青岛的房子被法院拍卖了 法院把剩下的800块钱转给我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懵了 对,你没有听错,就800块钱 现在我赔的是彻彻底底 2021年的时候 我在青岛花了100万买了一套房子 当时首付付了30万 按揭贷款70万 每个月的月供是3,900 去年6月份的时候 因为疫情导致没有收入 被迫断供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 银行欠的居然还有60多万的本金 两年多的时间 我还了仅仅银行有9万3 其中有7万4都是利息 本金还不到2万 我断供半年之后 我被银行起诉了 法院的判决书很快就下来了 房子被查封 所有的银行账户 包括微信支付坊全部冻结 同时还有一大堆的费用产生 其中包含了银行的违约金 罚息 法院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等 一共加起来10万块钱 终于在昨天 我的房子被成功拍卖了 房子的评估价是80万 法院的80万起拍 幸运的是 我这条房子被成功拍掉 起拍价卖掉的 最终算下来扣出银行的本金利息 罚息 违约金 诉讼费 律师费 执行费 评估费 拍卖费等等 也就剩下800块钱 两年多的事件 首付加上月供 一共接近40万 现在变成了800块钱 不幸中的万幸 房子并没有被留牌 也没有倒贴银行的钱 没有成为老赖 这就是我不自量力 在青岛买房的结局 这是我一个粉丝的真实故事 现在这个经济形势下 大家买房一定要量力而行 因为你考虑的不仅仅是你自己 还有你的家庭 我们的最终目标 就是给家人带来幸福 而不是负担